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是在这盲目追求的世界里面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生价值是什么 以及要如何透过这些价值去找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那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价值叫做让自己变得独一无二,无可替代 接着呢,当自己拥有这些价值 要学如何去分享自己的价值 两者结合起来就叫做分享独一无二的价值 好,大家好,我是台大经济的徐振宪 这是我今天的简报 首先呢,常常我们被老一辈的人说 草莓族好像很没竞争力 一个大一点的包裹掉下来,我们工作就飞了 那这原因是什么 他们都说我们跟中国人的狼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各种各样被社会嘲讽 但今天有人起来反抗以后呢 又有人开始太阳化跟香蕉搞不清楚 来跟我们说,你们被政党利用了啦 然后又叫我们好好回去读书 说得好像好好读书,我们就好工作能赚大钱一样 当然假的啦 所以呢,之前中研院有引用过人家的一篇调查 国高中生他们会认为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觉得 自己好好读书,未来工作就会比较好 大学生只剩百分之三十了 然后真正去工作的人会觉得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 自己以前学的东西是真正对工作有用耶 这好像跟我们想象落差太大了吧 那老一辈叫我们读书能读什么 那不用担心啦 他们只是念念我们而已 台大经济的灵明人主任他曾经说过 一代不如一代就是老一辈的人年轻时候被骂 老年来骂我们而已啦 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在这科技变迁的时代 要先找到自己的价值 好啦,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 生学主义感觉很了不得一样 可是我们原本思维都是圆的 有人就是为了背诵记忆 把切成方的 渐渐就回不来了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独立思考了一样 但是有些人你不管怎么样子 他就是不会动 无动于衷 你反正怎么炸都是一个圆 为什么呢 我认为他们是已经厘清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价值了 那对我而言 我把价值简单归纳成三个大点 一个就是 知道自己下一步 不会受到拘束 一个叫做学习独立批判 第三个叫做 充满热情去互相理解 用了这三个基础以后 我们才可以往下一步走 接下来我们一直在说独一无二 当然就是把墙补得更强啦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在社会上 一定要把自己的弱点全部坑填平 好,举例好了 这有一只蓝色的彩虹小马 他有一天头脑坏去 他是跑去玩政治了 当然GDP就跌落了 有1%的成长率啦 那你说他要去上18堂课 把自己的财务背景加强吗 当然没有用啊 所以他应该去好好厘清自己有什么特点 例如他有一天发现了 自己原来手一握到谁 他不是手断掉就是死翘翘 这不是自己一个很了不得的价值吗 去好好发挥它 你可能会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哦 当然开玩笑的啦 可是在公司里就没有开玩笑的这回事了 如果大家都长得一模一样 我今天从中间搬走一个资深员工 诶,我在引进一个新员工 不但便宜又好用 所以呢,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还替公司省钱耶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人 你有非常多的专才 那今天把你搬开以后 可能会导致你整个计划失败 找人也很难找进来了 好啦,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说 为什么要有个个人独一无二的价值 接着要说的是 如果去分享它 你会觉得服务就好像扫扫地而已 学习就坐在电脑前面好好看东西 把这两者切太开 我们却没有理解到服务学习两者是可以合并的 那我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我们像一瓶酒一样 把它倒下来只会看到第一杯上面是红的 但我们却不知道它外溢出来 对更多人的影响是多大 所以有时候你其实要担心的是 自己付出的不够而不是过多 当然去找一个属于自己最喜欢服务的对象 以及项目去进行 这样子自己会比较愉快一点 服务与学习两者 在服务中学习 学习中体会为什么要服务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每一次的分享都是对自我的一个肯定 那总结一下 我们把它叫做一步成师四步成师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只是单准伸手说我要什么 很容易跟着社会盲从盲目追求 那就掉入苛救里面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 去磨砺自己的优点 去懂得如何去分享它 你会不断地去磨砺自己 不断地寻找到自己真正强点在哪里 你站的高度就跟别人也都不一样了 好 接下来这是我感谢的名单 没有你们的帮忙我做不出今天的PowerPoint 好 最后送大家一句 克力鸡群成就非凡 非凡 Nobody decide to be nobody 要去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叫徐振显 谢谢大家 断 你 呃